耶稣走出来之后 耶稣走出来做什么呢 他做什么呀 是先知以撒亚说 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从此看见了大光 那些住在黑暗中的百姓 从此看到光 坐在死阴之地的人从此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住在死阴之地的人有光要照亮他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告诉我们说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世界的盐 我们是世界的盐 我们是世界的光 我们做什么 我们在香港这块土地做什么 我们在香港这块土地这间教会 有这间教会和没有这间教会有什么分别 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 有这间狗和没有这间狗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 我们的社区有我们和没有我们有分别吗 我们的社区有我们和没有我们有什么分别吗 在我的朋友和社群里面 在我们的朋友社区里面 有我们和没有我们有分别吗 有我们和没有我们有分别吗 它必须一定要有分别的 一定要有分别 因为耶稣说你是世界的光 光是照在前面的 光是照在前面的 光不是照在床底下的 光不是照在这个床底下 光也不是照在衣柜里的 光也不是照在衣柜里面 当然衣柜里面也要有光 当然衣柜里面也有光的 但是外面也必须要有光 但外面也要有光 我们是世界的光 我们照亮了什么 我们照亮了什么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我希望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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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只是走出来 走出性取向这么简单 走出来不是只为了性取向这么简单 我总是认为 我总是认为 迟早有一天 迟早有一天 这个世界会接受同性恋的 这个世界会占纳同性恋的 其实这已经不是我这一两年来关心的事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一两年来我关心的事情 我们更关心的是 我们如果走出我们内心的恐惧 我关心的是 我们怎样去走出内心的恐惧 如果我们没有突破内心的恐惧 如果我们没有突破内心的恐惧 就是说后来有一天 香港说他承认同性婚姻 就算香港有一天 说你是承认同性的婚姻 我还是会怀疑 有多少同性会走出来去排队结婚 我还是怀疑 有多少同性会走出来排队结婚 今天在我所住的地方 美国纽约 已经通过同性婚姻了 已经通过同性婚姻了 可是在纽约还是有很多同性恋者没有走出来 在纽约还有很多同性恋者没有走出来 在我的国家 回教徒占大多数的国家 是回教徒占大多数的国家 我们有反干交反口交的法令 我们有反干交反口交的法令 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是有很多同性恋走出来 你知道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国家 我们的干交口交法令不是针对同性恋的 是针对所有的人的 是针对所有人的 不管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无论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最蠢的还不止是这个 最蠢不止这一点 如果是干交的话 如果是针交的话呢 你是一号的话你就有罪 但是如果是零号你没有事的 你是一后话就没事 但是零号就有事了 如果是口交的话 如果是口交的话呢 你是给人信有事 你信别人是没有罪的 这是非常愚蠢的 是很愚蠢的事情 这是非常愚蠢的 很愚蠢 可是也非常可怕的 但是也很可怕哦 因为如果有人在这个法令之下 被提供的话 他可以坐牢20年 如果在这个法令之下被告的话 他可能会坐牢20年 如果你要到马来西亚去的话 所以如果你去马来西亚 你要安全的话 安全性行为就是做零号 如果你要安全性行为就是做零号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可是在这个国家 还是有人可以走出来 但是在这个国家 还有有人愿意走出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恐惧跟外在的客观环境 没有必然的关系 很多时候恐惧跟外在的客观环境 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恐惧在于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 恐惧是在于我们怎么看自己 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 我们怎么认识自己 人家问我 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同性恋 你有勇气在马来西亚这个社会公开走出来 有些人问我 既然你是同志 为什么你要有勇气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走出来呢 那我告诉他们说 我告诉他们 因为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我是名牌 这个意思就是我是名牌 我不只穿名牌的内裤 我还要穿名牌的外套 我不只穿名牌的底裤和外套 今天有多少人 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外面可以打扮的关系 可是里面的内裤是最费的 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人 是外面打扮的很关系 但里面是很费的 你真的相信上帝是创造宇宙的主吗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呢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是创造你的上帝吗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是创造你 你真的相信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的吗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上帝是招着上帝的样式的主呢 如果你相信的话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会知道你是名牌 你会知道你是名牌 你对自己没有羞耻 你不需要觉得羞耻 你可以很勇敢很大声地走出来 你可以勇敢大声地走出来 当然我再说 我再说多次 走出来不只是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走出来不单只是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但是我们做同性恋的 但是我们做同志的 我们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 我们可以向这个社会示范我们是怎样突破恐惧的 我们可以向这个世界示范我们怎样突破恐惧 所以当我们走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跟这个世界说 如果连同性恋我都敢走出来 如果我同性恋都敢走出来 你为什么不敢走出来 你为什么不敢走出来 所以黄牧师走出来 所以黄牧师走出来 做一个异性恋者走出来和同性恋站在一起 异性恋的走出来愿意和同性恋的一起 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必须走出来 突破这个社会的那一种主流观念 这个世界需要很多人走出来 去突破这个社会主流的观念 当这个社会说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 当这个世界说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 我们说人生是有意义的 我们跟他们说人生是有意义的 当这个社会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 当这个世界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世界不只是这样的 我们跟他们说这个世界不只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心灵的世界 我们还有心灵的世界 我们还有灵魂的世界 有灵魂的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突破这个世界物质的捆绑 我们要突破这个世界物质的捆绑 所以我们有勇气走出来 我们有勇气走出来 所以我们能够做自己 我们能够做自己 就算别人看不起我们 就算别人以为我们穷 就算其他人以为我们穷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富足的 因为我们做自己 因为我们做自己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我要寻找生命的意义 但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要寻求生命的意义 但是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 但是我要说的是 生命的意义不是去寻找的 生命的意义不是去寻找的 生命的意义是由我们自己去创造的 生命的意义是由我们去创造出来的 The meaning of life is not found But it's created 生命的意义不是去寻找出来的 生命的意义不是丢在外面不见了 然后你去找它 生命的意义不是掉在外面不见了 你去寻找出来 生命的意义是我们自己去创造的 生命的意义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们应该怎么去创造 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呼召 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呼召 上帝创造了我们 上帝创造了我们 让我们反映了上帝神圣的形象和样式 让上帝把我的梦想放在我们心里面 让上帝把梦想放在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不同的梦想和不同的理想 以至每个人生命里有不同的梦想和理想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别人可以称赞你 别人在白天可以羡慕你 其他人可以称赞你 可是晚上的时候你知道你有什么 你没有什么 但是夜深人 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知道自己有什么 没有什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 走出来 回应上帝的呼召 在这个时代 做一个真正的光 让人看见了大光 使得那些坐在死阴之地的人 使得那些住在死阴之地的人 有光发现照着他们 有光去照亮他们 而那光 那个光呢 就是你 就是你了 就是我 就是我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那么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上帝到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 求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求祢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 求祢安慰那些焦虑的心 求祢鼓励那个恐惧的心 求祢安抚那些想太多的心 求祢安抚那些想太多的心 让我们能够单纯地 走出来跟随耶稣 走出来跟随耶稣 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 让我们真正明白 我们是按你伟大的形象创造的 我们按着你伟大的形象去做的 求祢给我们力量 求祢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在这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国家 活出自己 活出自己 成为那大光 成为大光 照亮死因之地的人 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一样 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一样 让这个世界从此不一样 让这个世界从此不一样 求祢安慰我们的寂寞 求祢安慰我们的寂寞 也帮助我们安慰别人的寂寞 也帮助我们安慰其他人的寂寞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